第24題跳水選手在跳板上先千輕一凳彈起後落下如圖一所示 落下後雙腳踩住跳板再用力一凳如圖二所示 他自彎曲的跳板上彈起然後眾生入水 關於此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選項A 從選手第二次彈離跳板至落水期間他的動能越來越大 這個是錯的彈離跳板的時候會先向上受重力影響他的速度會越來越小 所以動能越來越小等到他往下掉的時候才會受重力影響速度越來越大 動能越來越大所以選項A是錯的 選項B選手落水瞬間所具有的動能都是由跳板的重力為能轉換而來 這個是錯的首先跳板的重力為能並沒有轉換給任何其他的人 其次我們這個選手落水的時候所具有的動能除了有本身的重力為能帶來的之外 還有他彎曲跳板所產生的彈力為能所以選項B呢是錯的 選項C在選手被彎曲的跳板往上彈的過程中跳板對選手做工這個是對的 從功能原理講就是跳板的彎曲的彈力為能轉換成我們選手的重力為能或者是動能 所以這個表示我們的跳板有做工或者我們想想看彎曲的跳板把他選手往上丟的時候 有一個向上的施力同時有一個向上的位移所以有力有位移有平行所以表示有做工選項C是對的 選項C在選手使跳板向下彎曲的過程選手未對跳板做工這當然是錯的 因為我讓我們的板子彎曲向下我對他施力也向下那麼有力有位移同時有平行所以當然表示有做工 所以選項C是錯的從功能原因來講就是我對他的做工然後儲存成跳板的彈力為能所以選項C是錯的 因此第二次提問我們說關於此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我們答案選的是C在選手被彎曲的跳板往上彈的過程中跳板對選手做工